Hello 我是李察叔叔 我们用一首歌的五个版本来讲唱歌的技巧 有人说你你你就是我我你你你 唱歌这么难听还敢教人家唱歌 不要小看我 在很多年前的很多年间 我也是上海很受欢迎的酒吧歌手舞台歌手 真的是可怜台下那些听众 好 我们用一首耳熟蓝翔的歌就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平常我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 因为那个场合是有点像是大家约会的场合 比较有情调 你有点洋里洋气 所以你不能唱得太平淡 你得唱得有点气氛 我唱起来大概是这样 就是它有点 有点油油的 有点freestyle 有点swing 有点shuffle 这种摇摆这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我讲这个名词对不对 不重要 就是它的重点就是要比较自由 比较有情调 而不能是中规中心 比如说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这样当然也很好 但是平平平淡淡的很像在练琴 不像在表演 反而像在家里唱歌给妈妈听那种感觉 就太平了 所以这个一方面是油油的一方面是平平的 但如果再往另外一个极端走呢 就是更平淡一点 也是一个模式 我常常去老人院陪伴老人的时候 你要唱得更平 因为重点不是你的情绩 也不是你的歌迹 而是你陪伴大家带领大家 引导大家唱歌这个过程 比如说 你去想想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来大家一起来 轻轻的一个吻 就是这时候的重点已经不是吉他了 而是你带着大家拍手的甚至是这个过程 就是说重点是你唱 然后拍手已经比吉他还重要 当然如果你吉他弹得比较有节奏的话也可以 已经打动我的心来 换你唱 就是这时候重点是带领 包括你在教堂里或者是教会里 带着大家唱诗歌也是这个重点 不是情绩也不是歌迹 而是你的带领和陪伴 以及这个节奏 好这个极端 再往那个极端呢 更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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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的 其实也是很多人建议我 因为现在主流的品味就是这种 就是要油腻到 就是要这样 我得老实说 我听到人家这样唱歌 我有种冲动就是从他后脑勺这样打下去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声音我就想 就想打他的后脑勺 就是我戏称这个风格叫做装老外 你假装你是ABC老外 其实你不是老外 假装你是老外 你去看 你去想 哦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到这就很火大 所以我们这点先跳过 还有一种风格是比较正能量 比较激励人心的 就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年纪都会有不一样的品味 我曾经也很爱一种风格就是 它是比较正能量 就是我称之为有点嘶吼风格 轻 嘿嘿 比较这样 轻轻的一个我 已经打动我的心 就是这种嘶吼风格 当然我现在野生人静 不要吵到人 其实已经吵到人了 希望等下邻居不要来找我 就是这种时候你可能要唱得有点沙哑 更有那种正能量的感觉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世界更终 就是 我现在唱这首歌有点不伦不类 因为我已经不是这个风格了 但是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唱的 因为那时候 其实有些场合很需要正能量带领大家的时候 也是需要这种风格 你去听那些很正能量的歌 都是这种风格的 像汪峰等等 我再次强调 没有好 没有优劣 只有好恶 就是说 没有好与不好 但只有喜欢与不喜欢 比如说我以前喜欢什么 后来不喜欢什么 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苏打绿的风格 所以我每一首歌都是那个感觉 如果我爱你 又不想我啊 不好意思 完全跑掉了 就是 你在某个年纪 会很喜欢某一种风格的歌 但是你忽然 过了一个时间 就忽然就不喜欢了 也许到后来 你会再回来喜欢回去 我在19 不是 2005年左右的时候 我正在学写歌 所以我几乎写的每一首歌 都很像苏打绿 我没有说苏打绿不好 相反他们非常的好 他用了歌的很多核心精心 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 但是你忽然过了一个年纪 你就忽然不喜欢这个风格 以前我开餐厅的时候 我很喜欢汪峰的风格 因为带着大家玩嘛 现在我也唱不出那样的风格 你看我刚刚唱的那一段 真的是 我都很想把它删掉 但是算了 不删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这样 五种风格 你还记得吗 好 拜拜